BOSS撒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经济的现状 特别是最近A股市场上热议的回购增持话题 最近中国好多上市公司动起手来 开始又是大手笔回购股份 又是高管 实控人大量增持股份 搞得外头一片热闹 很多人说你看吧 这说明对未来有信心了吧 好像是烟火器都上来了 但你别急嘛 BOSS有的是耐心帮你慢慢偷袭 看看这些回购增持的背后 究竟反映出来了哪些问题 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别急 听BOSS我慢慢道来 首先 咱得先从数据来分析 今年以来 A股市场确实是迎来了一股回购和增持的热潮 根据最新统计 到2024年8月底 沪深两市共有1127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回购计划 总共1204单 这个数字相比去年 可是暴增了814家呀 要知道 这里面计划 回购的金额上下线 能达到789亿元 到1462亿元 好了 数字够亮眼了吧 但是 同学们 BOSS打个问号 为什么回购增持 能在这个时候这么火热 到底是市场自己充满了信心 还是有点被外力推动呢 我们先从回购制度上说起 股份回购 简单来说 就是公司自己掏钱 把本来流通在市场上的一些股份买回来 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 公司股票数量少了 美股价值理论上就会升高一点 按理说 股份回购应该是一个正常市场行为 它理应是企业发现自己的股价被严重低估的时候率先选择的手段 但是 中国A股市场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 这与其说是公司自发的行为 不如说是政策在背后推一把的结果 就像中行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青说的 这波回购潮 一部分是监管层鼓励的结果 事实上 今年以来 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不少新政 比如降低了回购的门槛 还简化了相关的手续 目的就是要利用回购来稳定股价 提振市场细心 今年A股的问题是什么 股值创新低 很多股票的股价都低到让人无语 中国股市似乎进入了一种僵尸股横行的态势 所以股票发不出去了 价值也体现不出来 回购成了位数不多的救命稻草 今年 不少企业的股价确实比历史平均值低了不少 所以 回购看起来 貌似有物有所值的风头 特别是在监管层的鼓励下 企业们这才纷纷胆子大了 大手笔拿出现金来搞回购 咱们来看一下 像是要明康德 明德时代 这类庞大的企业都拿出了超过10亿元 来回购股票 看起来很大方吧 但是啊 一次性的回购或增值动作能解决长期的问题吗 这可是个大问题 大家还记得以前A股经典的回购骗局吧 不少企业搞了回购 但最后不断回购却也换不来股市的长期上扬 为啥呢 核心问题就是 企业本身的经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靠一时的回购无法挽回颜面 而真正能够提振市场和企业信心的 应该是企业经营实力的整体提升 以及宏观经济的实质性复苏 而不是光靠数字游戏来挽救股价 咱们再来看看 回购背后的一个更深层次问题 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 其实 不少专家已经指出了 这一年多以来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不少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并没有好转 反而恶化了 但却涌出了大量的回购行为 这模说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矛盾 企业现金流不好 怎么还回购呢 这就值得推敲了吧 我们知道 股份回购虽然能提高每股盈余 但它究竟能传递给投资者多大的价值 是个疑问 回购的资金原本可以用来做什么 理论上 企业可以把钱用来扩大再生产 或者投资于技术创新 提高竞争力 再不计 也可以用来还经高利率的负债 降低财务成本 但现在呢 大量资金都砸在回购这个短期游戏上了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今年不少公司选择了注销式回购 就是把回购的股票直接注销掉 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市场的信心 因为理论上这稀释了股份 保留下的股东能获得更高的分红回报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这些资金更好的用于新技术的投资 或者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 股东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持续性回报 这就好比企业宁愿拆了东墙补西墙 也不愿好好琢磨如何修复根基 2024年以来 已经有多家公司披露了注销式回购的计划 到8月底护身两市新增了170单 比去年同期整整多了136单 耀明康德 一利股份等动辄就砸出10亿 20亿来用于回购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本支出 但是大家仔细想 这是否真的解决了企业的核心业务问题呢 这里面露出来的恰恰是中国企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倾向于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股价是稳住了 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呢 这些钱一旦花光 公司能通过什么来应对未来的经济风险呢 咱们再聊增持 根据统计 截至2024年8月 护身两市共有595家公司披露了增持计划 尤其是公司高管来增持 看起来好像对公司前景特别有信心 实际上呢 我看未必全是如此 咱们还是得记得 中国股市有个著名的增持反向效应 这次高管和大股东拼命增持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说企业前景变好了吗 美其名曰 高管增持对公司未来有信心 其实很多时候啊 高管这大手笔的增持 根本就是为了自我救赎 股票价格跌到不能再跌了 企业实力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 于是大股东们不得不自己出手 就那2024年来说 新增增持金额上限 合计达到了476亿元 相比去年翻了接近三倍 理论上 这模大规模的增持 应该很能提振市场的信心 但真相是什么呢 反而是股市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投资者们依然持观望态度 从这里我们看出一个现象 那就是中国企业现在的内部结构并不健康 高管们不得不出手 往往是因为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财务的压力 已经让股价维持在不能跌的状态 他们不得不自己往盘子里赔一笔 来让外界重拾些许信心 而这也反映出A股市场存在的投资者结构相对脆弱 以及市场缺乏真正稳定的动力来源 我们看见的现象 无论是股份回购还是高管增持 更多是构筑在一种短期市场情绪管理和政策趋势上的表面现象 许多内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其实是当下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要想理解这次回购于增持潮的本质 我们就要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入手来看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钩现象 不妨回顾一下 曾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 从房地产投资到制造业 所有行业的增长都能够带动股市长期走强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资本市场上的泡沫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遮羞布 现在A股市场上的这波回购和增持 表面上是在重新分配资本 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自救的手段 这是一个信号 表明企业利用回购来优化其财务报表 但同时也折射出实体经济的困境 2024年 A股市场回购金额已超过1000亿元 这看似写取投资者目光的一笔大数字 但从金融市场机制来看 它其实是资本内部的自我回圈 这和中央政府试图促进的高质量发展 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 说白了就是脱实向虚 企业的真实困难 比如盈利能力下降 债务压力增大等问题 并没有透过回购这个动作得到有效缓解 而是暂时被包装了起来 更大的危机是 这样的回购行为会计划 金融市场的泡沫化倾向 社会资本被过度吸引到股票市场 而并未投入到企业增长或创新上 这种资金的空转 极有可能在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 发生重大变化时 引发资本市场的再次大规模波动 这个现象在发达市场并不罕见 美股的长期回购和增值潮 也孕育出了多次资本市场的泡沫 而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因为中国市场同时要面对的是 内需不足 外部需求困境 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挑战 正如我们看到的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不再像曾经那样 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 而创新和消费的拉动力量 还没有完全形成 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 当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 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时 回购和增值的短期止通药作用 显得尤为明显 随着出口增长下滑 消费疲软 企业面临资金链压力 这时候反比起来 单纯通过回购和增值来 玩自己的股票 成为一种相对轻松的选择 看似财务报表的优化效果 却难掩企业根本问题 中国的很多行业 比如房地产和制造业 在供应链 研发创新 以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不断下滑 过去的方式 向投资拉动型增长 房地产疯狂升温 已经难以为继 而这种背景下 在经济未来 缺乏定性丸的前提下 回购和增值 只是无奈之下的 权益市场自救模式 再来看政策层面 回购增值的增温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 那就是政策在背后推动 2024年 监管层出台了一系列 鼓励性政策 比如降低回购门槛 简化程序 并且明确提出 支持股份回购后的 注销流程 然而政策的刺激作用 一直存在边际递减的问题 大家想想 其实中国资本市场上 类似的刺激政策并不稀奇 从过去几十年的股市波动中 我们早看得出来 中国股市十分容易被政策新闻 或政府动作所影响 短期内 市场可能因为政策刺激而回暖 但问题一到中长期就非常明显 政策的短期效果 很难称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往 房地产行业政策的过度依赖 和托市政策的频频出台 最终都证明是 星号星号 按下葫芦姐来瓢星号星号 同样的 这波回购和增值政策的刺激 虽然暂时让股市数据 看上去不那么狼狈 但终究难以掩盖企业本身存在的 基本经营问题 说的更白一些 政府政策的加码是一记强心针 但并不能治疗体制虚弱的本质问题 创新之后 产业转型困难 外部经济环境严峻等长期问题 并不会因为一下子上市公司 回购了几百亿股票 就得到解决 此外 我们还得考虑国际环境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今年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美元强势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都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压力 部分企业选择在这样的市场形式下 进行回购和增值 表面上看 是利用低估值和好机会 像是场传递积极信号 但实际上 这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 不确定性的一种被动反应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选择回购和增值 来应对资本市场的波动 一方面是为了提振短期市场信心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面临住来 自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 日益增大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能源价格上涨 供应链紧张等现象加剧 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 内部结构问题 还得防范全球经济 不稳定带来的影响 最后回到投资者层面 正如邓海星所说 这些回购和增值行为的 去向市场市放了重要信号 似乎告诉大家管理层 和大股东队未来有信心 可是这究竟能否长期 有效的支撑市场信心 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投资者们真的会因为高管用 真金白银增值了几个亿 就义无反顾地抄底进场吗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股市的投资者 早已对这些表象渐渐免疫 过去无数的回购骗局 使得市场对真正的信心 重建显得尤为困难 谁能保证这些高管的增值 真的代表了他们 对公司未来的长期信心 而不是另一场割韭菜的游戏 再举一个例子 在前年2022年 中概股面对类式的信任危机时 很多公司高管 也选择了增值和回购 但这并没有能够彻底 翻转市场的悲观情绪 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 并不是透过某些高官的 个人行为所能决定的 而是系统性的问题 它需要是长于 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 和可预期性 而不是一次两次短期内的 市场操作行为所能解决的 对投资者来说 信心决定了进场的底层逻辑 而不仅仅是机家公司回购 或增值了多少股份 这些无非是短期内的粉饰手段 既然回购和增值 都被公众视所提振市场的 积极信号 那么我们不得不深入 挖掘背后的风险 这些回购和增值政策 在现实中究竟能否真正 提升市场信心 BOSS不禁要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因为这些热闹背后 有三大钱在陷阱 可能会让我们不得不重新 做出思考 股份回购的初衷 无论在哪个市场当中 都是为了在企业股价 被低估的时候 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股份 带来股东价值的提升 但真实情况是 越是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越容易使用 回购手段来短期拉升股价 抹平股价走低引发的 投资者恐慌 中国股市过去几年中 就多次出现企业宣布股份回购后 短期内股价出现大幅上涨 但随后却因为企业本身经营问题 无法得到解决 而出现股价回落 乃至下跌的情况 这种短期的财务魔术 确实让企业在困境中 给投资者打了一记鸡血 但最终并没有对长期价值的提升 产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美国在2010年以来的回购潮 很多科技公司跨国巨头都选择了股份 回购这一策略来粉饰财务数据 使得自己股票在短期内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然而到了后来 这些公司的基础业务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财务泡沫被戳破 不少企业跌入了市场信任的低潮 而与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企业的回购操作 更容易受到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制约 因此一旦市场政策风想发生变化 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波动 对于中国市场来说 从现在的经济结构到企业自身运营效率的困境 套回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单次回购操作或许会带来今天的股市上扬 但长远来说 这可能只会让更庞大的股市泡沫通过资金回圈 造成更大的隐患 而最终 谁来为这些财务泡沫买单 可能不是企业自己 而是普通的股民们 因此 市场不能够盲目 依赖回购作为解决企业经营问题的万能药 监管层甚至需要考虑 如何防止使用过度而导致泡沫扩大 高管增持 被市卫内部人对公司前景有信心的象征 逻辑是这些人对公司业务更了解 因此 他们的行为可以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参考 但这里前藏住另一个陷阱 有些人可能认为 作为内部人的高管增持 可以给投资者带来信心 从而推动股价回升 回报增持的高管 但实际上 这些增持计划在中国市场中 常常是出于某些财务数据 修饰法或自救行为 例如 公司高管快速地增持自家股票 在风头上买入 然后利用市场信心 快速上升的趋势迅速获利离场 我们看看数据 到2024年8月底 沪深两市595家公司的高管 实控人披露了增持计划 增持金额合计高达476亿元 可是 这里有没有可能是套路的部分呢 高管不一定每次增持 都是为了信心 多数情况下 可能是因为股价过于低迷 必须晚尊 甚至有时增持 只是为了应对政策压力 或维持公司体面的市场价值 而不是真正信赖公司 未来的增长潜力 例如 2022年时 中国某些企业高管 在增持自己的公司股票后 伴随了一波 短期内经人的上升幅度 但随后股价剧烈回落 他们的行为看似表明 对公司前景有信心 实际上观察后发现 公司在公布增持计划后 并未有实质性业绩改善 反而是借助市场 短期情绪波 动来赚得一笔块钱 所以 投资者不要被单纯的增持行为所迷惑 毕竟内部人的增持同样 可能只是短期行为 有时候 甚至是为了骗取外部投资者的信任 来拉高市值 同时也存在高管 为了维护个人的股票资产价值 而选择增持的情况 这会让高管的行为带有被动性 与其说是信心满满的增持 不如说是一场自我救赎的动作秀 当政策突示成为回购增持的助力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 当中国监管部门推出 各类鼓励回购增持政策的时候 擅长风口投资的金融市场 是否会过度依赖这种短期刺激手段 而忽视了真正企业发展 和市场趋势的内在逻辑 2024年初到现在 护身交易所逐步简化了回购程序 监管层也放松了对上市公司回购的限制 从制度上给企业实施股份回购 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而新国九条同样明确提到 对于公司回购之后销毁的股票部分 可以纳入现金分红 这进一步刺激了企业更热忠于回购 但这里有一个危险的前提 即政策的过度干预会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的自然竞争机制 当我们一刀切的推进回购和增持 使得这些行为成为企业应对困境的标准化操作时 就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内部的竞争和定价机制失灵 也加深了所谓的坏前区主好前现象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 政策催化出的市场热度总是短命的 投资者在政策优惠期内可能会迅速进场 在市场区是明确的时候赚取短期利润 但一旦政策突然退出或监管转向 这种人造热度很快会迅速消退 剩下的则是雪崩一样的资本外逃 最终造成股市和整个市场信心的双重打击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监管部门的却出台了不少支持政策 鼓励企业回购增持提高市场自由度 意在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稳定资本市场的态势 然而中国经济财富外流现象却并未止步 在全球资金流动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变的影响下 政策干预的边际效应在减弱 随着市场对政策的逐渐适应 回购增持引发的波动期逐渐缩短 企业的短期炒作手段也越来越没有攻坚 当下的回购增持 升温现象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股市及经济结构面 临的深层挑战 从短期来看 这是一种高阶刺激 行为的经营环境自救手段 但从长远来看 它揭示了中国经济和股市存在的 极大深层结构性问题 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敲响了警钟 接下来我们更全面地讨论一些 更深层次的延伸问题 以及对未来的影响和挑战 在讨论回购和增持 为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的长期问题之前 BOSS需要带大家回到宏观经济的大背景当中 2024年前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困局 首先国内消费增速乏力 尽管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来提升内需 但受制于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 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和人口结构变化 居民消费热情依旧不高 这也导致不少消费品 制造业地产等行业的上市公司盈利大幅下滑 比如2024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 国内零售销售仅持平或略有增长 这与中国政府推动的消费促进政策形成明显反差 表明自己法宝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 即便上市公司通过回购和增持进行短期的股价重整 但这些措施无法改变企业因市场需求疲软而面临的长期压力 其次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脆弱性 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过去依赖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美经济贸易摩擦 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全球供应链重购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外部压力的来源 根据全球贸易组织WTO在2024年发布的数据 全球贸易增长进一步放缓 这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型经济体来说是档头棒喝 出口下滑削弱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而国内市场需求尚未完全回补 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 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回购自家股票 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但这并不能改变企业在实际市场运营中面临的外部依赖问题 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得不指出回购和增持并非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万灵药 它们有助于稳定短期市场信心 但并不能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真正提升 若经济基本面继续疲软 那么这一波回购增持潮过后 股市再次面临的可能就是更大的泡沫破灭风险 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 中国金融市场近年来的 金融化 进程 以及这在回购增持浪潮背后带来的隐患 什么是金融化 简单来说 金融化指的是经济活动中 股市与金融市场占比过度提升 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 实业增长相比 其影响力和资本配置权加大 这不是中国一国面临的问题 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住金融化的挑战 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 金融市场套户屡次重创以后 金融化带来的市场扭曲显得更位突出 在中国 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棘手 回购与增持 鼓励了资本市场再分配 却在一定程度上 加上了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脱节 中国的制造业 工业等传统支柱行业 近年来经历了结构性调整 竞争压力上升 利润被压缩 现金流不足 很多企业痛苦择选择需 拟经济来挽救自我 而A股市场上兴起的这一股 回购和增持潮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企业不再愿意将更多资金 投入到研发 设备升级等长期投资上 而是选择轻松的财务手段 来维持股价的上升假象 不少上市公司仅仅将回购和增持 作为一种对抗股市萎缩的手段 但在过度聚焦与短期的市值管理时 忽略了实业经营的根本问题 这里有必要举个例子 回购被视为一种惯例操作的最典型案例 就是美国股市 根据美联储提供的数据 美国企业在2010至2020年 减计型的股份回购总额达到数千亿美元 但随助回购潮的涌现 科技 消费和金融卫公司市值暴增的同时 即当期的实际投入 研发创新比例却未有显著提升 这直接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 越来越依赖于投机性资金 而不依赖企业的真实业务增长 中国的情况则更加复杂 一方面 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成熟的套机保值和风险管理机制 当资本过度流入金融市场 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减弱 企业倾向依赖财务工程 而非技术创新 在这种环境之下 政策鼓励的回购和增持 可能加剧着重资本错配现象 资金被困在短期的市值提升游戏中 而未能转化为真实的经济动力 这就是所谓的内选化金融化 它将资本逐渐从实体经济中抽离 进入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游戏 最终让整个经济体承担更大的系统风险 一旦回购和增持的热潮退去 中国股市很可能面临类似过去数次的剧烈波动 而这样的波动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可能更未深远 回购和增持潮海暴露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压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 很多资本选择了套现离场甚至留下海外 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中国股市进一步承压 尽管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试图稳定市场信心 但大股东的增持和回购能否真正拦住资本的流失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来看 2024年经历了美联储的暂时降息 但降息的步伐似乎并不能阻挡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特别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对全球资金流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 人民币汇率则持续承压 特别是在近期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的情况下 欲发布动显著 企业选择在人民币汇率下跌 人力成本日渐上升的背景下进行回购 这表面上似乎在利用低估值的机会来进行资产配置 但实际上这也是反映了企业对未来经济预期的预防性行为 企业需要保护自己 免受进一步汇率波动或市场压力的影响 因此选择内部回购股权来降低风险 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外流的风险 大家是怎么看待A股市场上的回购增持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宣布 我是Boss下期节目再见